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驻华大使人选博恩斯的提名 美国制裁了多家的中国企业 中方表示美方指控毫无根据 中国驻日大使批评安倍晋三 不当言论挑衅中方主权 欢迎您好我是奥商议 欢迎加入今天特快 头条关注到的是美国国会的参议院 16号通过了驻华大使人选博恩斯的提名 而博恩斯也将宣誓成为中美建交以来第13任的驻华大使 而路透社也报道了 目前还不知道博恩斯什么时候到中国旅行 国会参议院16号通过总统拜登驻华大使人选博恩斯的提名 博恩斯将宣誓成为中美建交以来第13任驻华大使 拜登在今年8月20号宣布任命博恩斯担任驻华大使 在10月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提名听证会上 博恩斯重申拜登政府提出的在必要时与中方竞争 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下与中方合作的态度 同时他也在涉港 涉疆 涉台议题上表明对华强硬立场 获得不少共和党人包括保守派的支持 这是一个困难的提名 我们现在都知道 我们现在有很多问题 我们和中国有很多问题 当然博恩斯是我们的带着水 11月3号委员会以21比1票通过博恩斯的提名 但因为部分保守派共和党人长期阻拦简化表决程序 所以包括博恩斯在内的多项外交与司法提名 均未能提上参议院议程 个别共和党人指责博恩斯对华立场软弱 而反对提名通过 民主党议员则批评拖延提名的做法 将损害美国国家安全 阻碍美国实施外交政策 本周有报导指 参议院两党就如何通过累积多时的提名开展协商 多数党领袖舒默在周三晚 一口气推动审议22项人事任命 媒体称这是敦促共和党人妥协的做法 最终在周四下午两党达成协议 以一致通过众议院早前批准的涉疆法案 来交换表决博恩斯的提名 拜登政府的驻日本 越南印度等印太国家的大使提名 还未由全院通过 而驻菲律宾东盟大使的提名人选 则仍然有待公布 而参议院周四一致通过的涉疆法案 下一步将交由拜登签署 凤华卫视陈立南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新任驻华大使博恩斯 他拥有长达27年的职业外交官资历 美国媒体现在分析 美国政府这次的选择经验丰富的外交官 出任了驻华大使 这也反映出美国把对华关系 放在外交的首要议程 博恩斯于1956年 生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 现年65岁的他精通法文 阿拉伯语和希腊语 但不懂中文 目前是哈佛大学 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关系教授 在此之前 博恩斯曾拥有长达27年的 职业外交官生涯 横跨从里根到小布什私人政府 足迹遍及非洲 中东 欧洲等地区 他曾先后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俄罗斯 乌克兰及欧亚事务高级主任 国务院发言人 美国驻希腊大使和驻北约大使 他于2005年至2008年 担任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 博恩斯担任副国务卿期间 也直接参与了对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 以及其他与中国有关的事务 博恩斯曾于1988年1989年 分别陪同时任国务卿舒尔茨 时任总统老布什访华 分析人士指出 博恩斯与拜登关系密切 曾担任其竞选顾问 他与布林肯 沙利文等民主党外交政策圈内人 有密切的工作联系 他和拜登对华政策的想法也很类似 另有专家指出 作为职业外交官的博恩斯 或更能稳健的应对突发事项 中美关系存在盘根错节的议题很多 若出现必须第一时间回应管控的议题 职业外交官能够较为稳健的应对 以避免造成更大的风险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双话题我立刻请来时评论员 更新先生帮我们点评分析 根深无安 无安 根深博恩斯虽然说通过了美国国会参议院的提名 担任第13任的驻华大使 但具体上任的时间还没有定 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去看待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呢 这个美国参议院这个动作呢 他如果从我们中美两国的关系来看 也是落实前不久 中美元首的这个视频会晤所达成的这个共识啊 就是尽快的能够让中美关系像这样的问题啊 我们中国的大使秦刚先生已经到任了 那么美方呢 其实这个像伯恩斯先生这个任命 他是在拜登是在8月份就提出了 那么参议院一直在杯葛啊 就是说拖了那么几个月 现在呢终于要过来了 讲到中美关系 其实我始终强调两句话 一句叫形势比人强 一句叫做事在人为 这两句话听起来好像似乎有一点矛盾 但实际上比较恰当的表达了 现在美国和中国在打交道的时候的 面对的这个双重的一个压力和挑战 一个呢就是形势比人强 就是中美之间的这种相对均衡的力量关系 和紧密依存的利益关系 以及高度共有的风险关系 都使得中美在这样一个大的形势框架里边 现在有很多的分歧矛盾 但是也不至于发生真正的那种冲突或者是脱钩 但是呢是在人为 有很多的这个形势摆在这里 像伯恩斯先生 其实他呢总的来说 他是最近这两三年在特朗普后期以来 他在美国政界里边 他是很少有的 没有怎么讲过中国坏话的这么一位人物 而且他在去年 请大家可以看一看 他写了一本书叫 权力斗争21世纪的中美关系 他提出了一敌一友的中美关系 而且提到了美国应该有自信的和中国相处 我觉得这些呢 可能对我们今后观察他这个人的作为啊 他毕竟是特别权力大使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势在人为都共同努力 使中美关系尽早的重回正轨 再次谢谢先生跟先生的点评分析 但是也有一个说法 美国可不可以不要表里不如一呢 再关注到的是 美国财政部在16号就宣布了 将八家的中国公司列入了 社军企业的投资黑名单 而就在同一天 美国商务部就宣布 将34个中国实体列入了黑名单 而其中就包括了 军事科学院的军事医院研究院 以及其11个分支机构 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发言人刘鹏宇 就表示了美国的指控毫无根据 制裁行动违反了自由贸易准则 而中国政府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要维护中国企业还有研究机构的利益 美国财政部于16号宣布 把无人机制造商大疆 图像识别软件公司矿石科技 超级计算机制造商曙光信息产业 面部识别专家云从科技 网络安全集团美亚百科 人工智能公司伊图科技 和云计算公司莱昂技术 及东方网利技术 这八家科技公司 列入其中国社军企业投资黑名单 美国个人和实体 必须在60天期限之内 把所设公司的证券和衍生品出售 60天期限之后 不可以再买卖或持有相关的证券或衍生品 黑名单还禁止目标公司 直接或间接拥有美国企业的所有权 美国投资者被禁止投资的公司名单 目前约有60家公司 被美国财政部列入投资黑名单的大多数公司 此前已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 美国商务部16号又宣布 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军事医学研究院 及其11个分支机构 以及22家生物技术和监控公司 列入限制出口的实体清单 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 最近几周 拜登政府加大了力度 限制中国科技公司 获得美国投资先进机械和其他前沿技术 在上周被列入投资黑名单后 人脸识别技术开发商商汤科技 推迟了在香港首次公开募股的计划 据彭博社援引之前时报道 商汤科技正在考虑最早于下周一 重新推出IPO计划 针对美方连续以新疆人权状况为由 打压中国企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12月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 美方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 以所谓新疆人权状况为由 对中方有关人员和实体实施制裁 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也严重损害中美关系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予以强烈谴责 凤凰卫视王佑佑 陈寅秋华盛顿报道 另外美国媒体在16号也披露 拜登政府正在推动欧盟 敲递针对俄罗斯银行 还有能源公司的制裁 一旦俄罗斯攻击了乌克兰 美国还有欧盟可以马上联合实施 这些的制裁 据彭博社援引之前时报道 美国正在推动欧盟考虑的制裁措施 包括限制俄罗斯对其主权债务的再融资能力 限制俄罗斯主要银行的同业业务 可能包括货币兑换 对能源和国防行业实施更多制裁 将俄罗斯逐出国际清算系统SWIFT 欧盟方面表示 过于仓促的列出潜在措施 可能会破坏通过外交解决危机的努力 据知情人士表示 美国认为需要准备好一揽子计划 以使威慑变得可信 美国和欧盟主要国家 正试图在威慑和保持外交对话之间寻求平衡 为了让担心自己可能被排除 在关键讨论之外的东欧北约盟国放心 美国承诺在俄罗斯入侵的情况下 增加军事部署和安全援助 制裁提议的最终细节仍有待敲定 官员们仍在评估 在入侵事件发生时 将实施的措施 会有怎样的潜在经济和法律影响 与美国相比 在能源和其他进口方面 更依赖俄罗斯的欧洲国家担心 某些措施可能会对关键商品 及其经济产生影响 知情人士称 一些潜在选项 例如将俄罗斯从Swift清算系统中剔除 被认为是非常有问题的 因为全球能源和其他俄罗斯出口市场 可能会受到干扰 另外在能源价格飙升的情况下 俄罗斯可能会切断天然气出口 而俄罗斯目前提供了欧洲 约40%的天然气供应 美国还敦促德国同意 把停止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 作为一个潜在选项 虽然德国的新政府尚未对此 做出公开承诺 但德国监管机构表示 这一管道的启动 不会在2020年7月之前获得批准 凤凤卫视王佑佑 陈一秋华盛顿报道 中国中日本大使孔宣佑16号 应邀是向日本的媒体高层 就如何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等 发表主旨演讲 他不点名批评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早前的不当涉台言论 是挑衅中方主权 孔玄佑在向日本51家媒体高层 发表演讲时指出 近期日方涉台消极动向突出 少数政客不断发表过激言论 公然鼓吹所谓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煽动介入台海局势 这是对中方主权的蓄意挑衅 中方坚决不能接受 孔玄佑强调 任何人不要低估中国人民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孔玄佑表示 中日作为禁令 存在矛盾分歧属于正常 关键要加以妥善管控 防止矛盾激化突出 干扰两国的关系大局 自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 双方达成四个政治文件 为处理历史 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规矩 也确认互不干涉内政等重要原则 孔玄佑还表示 既然有了规矩 原则和共识 就要信守承诺 不与举 不越线 妥善管控好矛盾分歧 事实充分证明 只有这样 中日关系才能够行稳致远 富皇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下马上怀有财经消息 欢迎时较 我们再关注财经消息 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是全线走弱的 日本股市在午后下跌 接近1.4% 而韩国股市也下跌0.3% 台湾股市则在平盘下方排回 而内地互先量是双双走弱 图表会显示到 互指中午市暴在3641点下跌了33点 跌幅为0.9% 半日成交3088亿人民币 深层指中午市暴在14909点下跌203点 而成交是落在4217亿人民币 相应股市方面 恒生指数是低开了11点之后 跌幅持续的扩大 而科技股继续表现很疲弱 恒生指数科技指数方面大跌2.6% 盘中再创历史新低 恒指中午暂时是暴在23175点下跌了300点 成交目前来到774亿港元 要跟进这个最新消息 日本大阪有一栋的商柱大楼 在周五的早上发生了火灾 而据报当地造成至少有27人死亡 而当地的警方也提到 这很可能是一起纵火事件 您看到画面上失火的是 大阪市的北区一栋八层楼高的建筑物 而大火是在当地的时间 上午10点20分左右从四楼开始延烧 而当局也派出大批的消防人员到现场来灭火 也救出了多个人 火事是在30分钟内扑灭的 而当地的消防局表示 有28个人受伤 但很不幸的有27人 他没有心跳和呼吸 起火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报导也说到这一栋的建筑物内 有许多家的饮食店还有商店 在四楼有一家心理内科与精神科诊所 根据诊所的网页显示 看诊的时间是从早上的10点钟开始 立刻根据这一起大阪的火警 我要连线我们驻日本的记者李淼 李淼好 小语你好 李淼目前伤亡以及事故的调查 有没有最新进展呢 好的小语 那么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根据大阪警方给出的消息呢 到目前为止 这次火灾呢 依然是造成了28个人失去生命特征 那么其中呢 是有十几个人已经被送到附近的医院去救治 但是呢 目前还不清楚 到底有没有人死亡 或者受伤的程度 到底有多么的严重 那么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消息呢 是这次火灾呢 发生在今天上午 冬天时间的10点20分左右 那在30分钟之后呢 这个火是已经被熄灭了 但是呢 我们看到事发的地点呢 是在大阪的一个繁华街区 叫做北新地这样的一个车站 这个地方呢 距离大阪最热闹的大阪车站呢 只有大概不到500米左右的距离 而现场的这个大楼呢 是有八层楼左右 那么根据在现场的行人介绍说呢 在火灾发生的时候呢 他们看到这个楼上呢 是有橙色的火焰 非常的激烈 而在四层发生的这个火灾呢 是一个诊所 这个诊所呢 是精神科 应该是从今天早晨10点钟开始营业 那日本大阪警方呢 刚才是已经开始以纵火的嫌疑 开始调查这场火灾 不过具体呢是什么样的原因 是什么样的嫌犯 目前还不清楚 不过呢 根据我们的了解 在现场发生这个火灾的时候呢 有人就说 有可能是因为 这个火灾呢 是发生在一个规模很小的 这样的一个大楼里面 所以它的逃生出口呢 可能只有一个 就导致呢 二十几个人被困在楼里 那么现场的行人也说呢 在其他的楼层 也看到有人在窗户上招手 求救 所以现场的局势呢 非常的紧张 我们看到在扑灭火之前呢 是有七十多辆消防车出动 不过这个火灾呢 是非常大规模 在日本全国 今天也成为头条新闻 那么具体还有 接下来怎样呢 后续我们也会跟着关注 相议 官朋友我们收到 是来自李淼 在日本的一个最新连线 他刚已经提到 在日本大阪这一栋的商柱大楼 在周五的早上发生了火灾 目前至少有二十八人受伤 二十七人送院前 没有了呼吸心跳 我们后续有相关报道 再转换一下 把镜头转到来看到的是 在台湾的部分 十八号将会进行 四项的公投案的投票 而国民党总动员要宣传冲刺 台湾前领导人马英九 还有国民党的前主席 江启臣跟前副主席 郝龙斌 十七号上午是在台北扫街 而现任主席朱立伦 他则到中部来催票 国民党全体的立委 也一起呼吁民众 要投下四个同意票 台湾十八号将举行四项公投案的投票 国民党把握选前最后一天 全党上下动起来 台湾前领导人马英九 和国民党前主席江启臣 前副主席郝龙斌 十七号上午在台北市区进行车队扫街 到现在为止 情势都非常的紧绷 所以我们还会再增加更大的力道 希望能够有好的成绩 十七号上午 国民党的车队花两个小时的时间 行驶台北市区的主要干道 呼吁民众十八号出门 投下四张同意票 四个都同意 如果你觉得这个政府完全不听你的 请你勇敢站出来 我们自己做主 我们用公投的选票 四个都同意 来展现名利 路上遇到部分支持者 举着牌子和旗帜 朝车队摇旗呐喊 彼此加油打气 国民党全体立委 十七号上午同步在立法院宣传 公与无睹 公主展名义 四个都同意 台湾最美义 对于政府公开带头说谎 公开不努力施政 没有带来给我们更好的生活 还要强害我们的健康 还要破坏我们的环境 不管明天怎么样 风雨无阻 站出来投下四个同意票 国民党十七号晚上 在中正纪念堂举办最终场的造势活动 首夜晚会 结束之后来营人士会在原地搭帐篷 夜宿中正纪念堂 十八号也就是公投当天的早上六点半 在进行升旗仪式 准备俯晓初级迎战公投 富汗卫视张绍兵 陈建达 王世凯 台北报导 这次台湾四大公投也被视为蔡政府第二任 施政任期的期中考 更是明年2022年九合一选举的前校战 朱立伦回国担任国民党主席之后面临的第一场战役 这蓝绿双方都有输不得的压力 公投的结果又会如何牵动台湾的政经和民生呢 锁定我们凤凰卫视资讯台 在今天晚间八点将会播出 台湾四大公投特别节目 也会为您分析解读 敬请留意 2021立法会环节选举在本周日就要登场了 特区政府早前也宣布将会临时开放三个 港生陆路口岸要作为投票站 也让身处内地的选民不需要回到香港就能投票 有内地的港人就表示相关的安排 也是帮助他们履行了公民责任 有学者是说希望能够将异地投票的安排 进一步的拓展到内地的更多城市 来看我们制作的香港立法会选举倒计时系列报道 香港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即将举行 特区政府在三个港生陆路口岸设置临时投票站 内地港人只要出示核酸阴性证明和内地绿色健康码 并在投票后立即返回内地 就无需隔离检疫 在广州生活工作的香港居民陈元彤 一早就在网上完成了登记 准备好许九号到深圳福田口岸投票 他说相关安排给了内地港人一个履行公民责任的机会 如果去不设置个香港投票 我是100%不会回香港去投票的 因为成本太高了 你说我去深圳都说可能是比较低的成本 但如果我说回香港是真的我认识不起 所以他今次设置了是真的可以给我们一个机会去 说回我们自己的意见 还有给我们一个机会去选择我们心目中的候选人 有声音质疑内地港人的投票资格 认为他们不在香港又怎能清楚了解候选人的情况呢 就是我们以前可能是登记做选民 所以我们会提供我们的email给对方 然后就是我们在其实这几个星期 其实都陆续收到不同候选人的政纲 接着或者是他们介绍自己的理念 最近都有收到政府的短讯提示 口岸投票站的设置 对于居住在深圳广州这样的广东省内城市的香港选民而言 自然是方便了不少 但是对于身处其他内地省市的港人来说 或许还是太遥远了 那么未来会不会有其他的办法可以方便他们的投票呢 在广东省外其实香港人也都不少 如果将来在今次的运作能够畅信成熟之后 我建议将来可以用特区政府驻内地办事处 或者一些经贸办事处 因为是分布全国的 就可以更加方便在不同地方的香港人 行使他们投票的权利 何建宗又指 在新选举制度之下 选委会新增了内地港人团体的代表这一界别分组 不仅体现新选制的与时俱进 也进一步说明内地港人的投票权利不可忽视 凤红卫视陈奇曼香港报道 新闻最后来关注有一名国泰的货极技师 本周一是由美国返港之后初步的怀疑感染了 奥密克戎变种病毒 他所居住在位于油麻地的一座大厦 在周五的清晨已经是完成了社区的强制检测 暂时160名的检测人士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 这一名初步确诊者他所居住的是在油麻地 碧阶祥新大厦 被特区政府列为受限区之后 在楼内有大约160名的住户 在周五的零点钟之前 要在区内临时设置的采样站 接受了鼻腔和咽喉合并式子样本采集 以及新冠病毒检测 当周目前没有发现确诊个案 但在楼内有大约有50户 在行动的过程当中是没有人应门的 所以当局也会进一步的来跟进 而初步确诊的机师在潜伏的期间内 曾经因为外出来购买食物到访过12个地点 已经被纳入了强制检测公告 曾经身处有关地点的人士 也必须要接受强制检测 同学感谢您的加入祝福您午安 再会